台北股市封關進入倒數三個交易日了 今天收盤是站上了萬八大關 再創下了歷史新高 可是要注意的是 這成交量是萎縮剩下2300多億 這是創下了一年多來的新低點 是否出現了高檔的價量背離呢 大家都在看 農曆年前是不是還有紅包的行情 本土法人倒是滿樂觀的 台新頭褲認為明年有機會看到2萬點 年底封關進入倒數 台股27號在聯發科點火下 不但盤中再創新高 來到一萬八千零九十週點 最終收盤也上漲87點 收在一萬八千零四十八點 卸下收盤新高記錄 我們看到台灣今年 不管是股市或是經濟的成長的表現 都非常的亮麗 那最主要是因為這個 我們的出口很好 那台灣的一個小經濟體的話 就是出口它占我們的GDP比重非常的高 所以最主要是 其實因為經濟的實力很強 那也因此股市當然是就是跟著帶動的 不過外資年底放假去 再加上驅動IC大廠 瑞鼎27號開始公開申購 每股成銷價308元 抽中一張可賺超過20萬元 凍結市場資金 台股量能萎縮 成交值只有約新台幣2364億元 創下近一年來新低 不過很多小股民今年看還是有賺投 秉金大盤漲幅破兩成 大漲超過3000點 代表中小型股的貴買指數也上漲超過26% 台股今年平民創高 包含IC設計的金鴻 還有大眾控等11檔個股 經歷來漲幅更是高達2.7到5.2倍 漲幅相當驚人 同班股金鴻從41.5元開始起漲 飆漲到超過250元穩坐百元俱樂部 另外11檔掌倍股還包含ASKY 雅信 智元 中華化 典序 陽明 立台 玉創 以及建達 而看望明年台股 專家則認為會呈現先低後高的格局 我們覺得上半年因為整個升息的這個不確定性的壓抑 所以我們覺得上半年應該相對比較疲弱 那一旦是不管是升息確定或是升息往後延 那市場那個時候會比較喘息 那有機會在半導體跟金融業 還有這個新題材的這個帶動之下 我們覺得台股明年年底到後年的年初 有機會看到2萬點 本土法人看明年台股2萬點有機會 紅包行情 小顧名值得期待 東彈新聞 楊昭 賴妍姐 台北報導 張丹山霜 楊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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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主 全世界衛生的名称 海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